苗栗不只有大湖种草莓 现在位居苗栗北端的竹南岐鼎地区也种起了草莓 以往这里是平级的沙植地只能种西瓜 现在竟然也有了无毒有机草莓 带您去一探究竟 一边采草莓一边安心吃草莓 因为眼前是不撒农药的无毒草莓 不过究竟口感到底如何呢 就很甜不会很酸 真的很好吃就是它很扎实 就咬下去会觉得口感真的很好 沙植地水分流失快 不容易产生有害菌 蝎蚊虫利用这些特性 率先栽种无毒有机草莓 一讲到回归自然的土地管理 蝎蚊虫侃侃而谈 对土地的爱护 不外说你要让土地能够有很多的菌 有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不需要说发挥太大的功夫 在这个虫害跟菌害上面的一个管理 也想做农夫的园区上班族 不必真的改行 利用假日参加打工换幸福的活动 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种下的草莓 过这种田园农田生活还不错啊 对啊 而且你看我们都逛着脚牙 对啊 小朋友在那边玩 我觉得还很好玩 就是我们吃可能不觉得 然后小朋友可能更不觉得 那让他们实际体验说 这个东西是从无到有 是怎么来的 他们以后可能会更珍惜 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平常所吃的一些食物啊 植物啊 这个来源是怎么样 那自己也会比较知道 比如说自己教育下一代啊 要珍惜食物 然后饮水思源 新唐人亚特电视黄金云料为五 台湾苗栗采访报道